喂 小當家 我們現在在台中市區 南屯區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小當家 今天又做了你的愛車 準備要保養了 2萬3 那我們今天是要去保養嗎 保養可能要下禮拜了吧 還沒約 所以今天是要幹嘛 今天有一間我的鄰居委託給我的物件 在丹園2 他現在住在我家 屋子那邊是鄰居 但是他買在丹園2也是鄰居 但是很可惜的是說 他本來買丹園2是為了他的小孩 就是學區的問題 後來他小孩學區的問題解決了 想想不然這間就要出售 所以就委託給小當家 現在目前我們就是要到基地現場去看 基地現場 所以它是預售 對 它是預售 預售 那預計什麼時候 今年底 今年底年初的時候 我看到已經蓋得差不多了 你那一棟蓋到什麼程度 我剛蓋好地下室應該開始蓋一樓了吧 因為最近一直收到那個工程款 很硬喔 所以你意思是說 他那一個比你還要早就對了 對 那個更早一點 更早一點 那地理位置在大概 在丹園2跟丹園3的中間 2跟3中間 永春東七七街那裡 對對對 是在那裡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直接到現場去 再跟大家分享 OK 大家都知道我全國跑 那停車的費用應該很高吧 推薦大家使用遍布全台 多有停車場的跨區停車服務 只需附一個停車位的租金 可以享受5個停車場的生活圈 我在台北市選了一個 在我家旁邊也選了一個 在中正義文特區也選了一個 在中正義文特區也選了一個 每個禮拜去台中賞屋 所以在台中也選了一個 常常去高雄玩都沒有停車位 也在飯店旁邊選了一個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停車場 官方只針對頻道粉絲提供優惠喔 優惠額度非常有限 歡迎有需要的朋友 千萬別錯過囉 喔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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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去 哇 這邊超熱鬧的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 這裡應該是南屯的全連 那這邊房子都蓋很多耶 欸 香家 你說這裡是什麼地方 南屯 這裡是南屯 單元二 這裡是單元二 單元不是新的嗎 對啊 單元二跟單元三是相近 這裡怎麼看起來不像新的 好像很成熟啊 我們這裡算是比較早期的 單元二 單元三的位置 但是我們今天要去看的 那個單元二是比較新的 所以單元二有分 老單元跟新單元喔 欸 其實是算 怎麼說呢 我們那邊算單元二 這裡可能還算黎明商圈 就這一條是黎明路嘛 對啊 這邊就很熱鬧 跟我印象中的 單元二 單元三落差很大耶 這邊是在隔壁而已啊 其實在隔壁而已對不對 對 你看這邊就全聯啊 然後 該有的吃喝玩樂全部都有 這邊 超熱鬧 然後那邊就五泉溪路嘛 沒錯 五泉溪路就直接上交流道 就非常的快 非常方便 然後這邊還有茶具 餐飲 茶飲店 然後還有阿華 鵝肉 吃的 全部都有耶 香雞排這邊全部都有耶 所以這裡要到高速公路又快 然後這邊 離捷運站好像也沒有很遠 呃 其實是高速公路比較近 喔 捷運站 捷運站還是有段距離 有啦 有公車站牌 欸 那個房子在什麼地方 在前方大概400公尺左右 400公尺 所以它離這個全聯才400公尺 對 沒錯 欸 超近的喔 好 我們直接到現場去喔 欸 小王家 蛤 這個就是台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十字路口 沒錯 黎明 黎明路跟五泉溪路 對 交叉口 對 所以這邊 等於說有很 你看那邊大埔鐵板燒頂瓜瓜 這兩棟也有 這裡就是黎明商圈 黎明商圈喔 黎明商圈喔 黎明商圈不是又到向上路也是 向上路也是 整條黎明路它都有滿熱道的一個 喔 喔 奇異範圍 對 像那邊也有施夢樂阿 對 有賣車的店阿 因為這條是五泉溪路 五泉溪路 五泉溪路其實就很多的 包括車子也好 賣車的也好 或者是生活機能上面的都有 都有 我們好像來到了一個更重要的十字路口 人生的心理路口 對 這是五泉溪路的一個 跟永春東溪路的一個交叉口 在過去大概幾百公尺就是 就是台中的 南台中的交流道 南屯交流道 南屯交流道 那裡有一間就名的 麥當勞嗎 是在那邊嗎 那裡是麥當勞嗎 肯德基裡 我看到的是肯德基 對 然後這邊你說就是單元二 對 這一區就是單元二 這一區就是單元二 這一區是單元二 所以這邊的房子你看就知道了 對 看起來就知道貴的了 然後那邊的房子有沒有 看起來就是貴的 阿我們的房子到底在哪裡 走那麼久了 走了四百公尺 終於看到了 是不是 好熱喔 在這裡 大家 那邊有一間7-11 對 7-11的旁邊又有一間伯二 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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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二是真有名 這次好像後來 不知道是不是 伯二房出來拍樓 重點是 伯二的旁邊有一間你們公司 群益房屋 那個店的店長跟我們店長很錯 真的 這個7-11的正對面 登 就這個是不是 沒錯 弘瑞為時代 唉唷 真的好像快蓋完了 有些樓層已經拆鷹架了 磁磚大部分都貼好了 現在還沒貼的地方 可能都是一些裝飾牆 比如說他用一些木紋磚 或者是用一些金屬板件 或者是食材的部分 對 就是 在這個比較重要的十字路口這邊 這個區域的一個環境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地方就是五泉溪路 這條永春東七街 永春東七路過去那裡就是花市 花市 台中花市 台中花市 這裡其實都是很熱鬧的一個據點 在高速公路南村交流道在前面 在高速公路前面又有一個快速道路的交流 7市 對 也是交流道 這個地方的生活機能 包括交通 包括環境 我覺得還不錯 都還不錯 重要的是單元二 有一個重點 就是低密度宅 低密度宅 這個地方就不會像 那也蓋很高 對 但是比較起來跟七騎來講的話 這裡還是相對比較空曠 比較空曠 就算他沒有蓋到二十幾樓 但是他看出去的一個景色還是 動具都是比較相對遠一點 比較好一點的 然後 我們大概看一下基地的部分 便利商店在這裡嘛 然後五泉溪路在這裡轉進來 那個停車場在那個地方轉進去 停車場 所以這是在向內 直接進三河街這裡面進去 所以停車場不是在大馬路 是在那邊 所以大門應該是在這裡的 我們過去那邊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看了 剛剛應該是說錯 這邊應該是店面 整排是店面 在這條詠春東七路市店面 那大門可能在三河街這邊 就是在車道的旁邊 那邊圍起來沒辦法看 可能在這個地方 在那裡 在那裡 好像地理位置很不錯 想像這樣 是 他廣告上面寫明星學區 大墩學區是你們這裡 台中明星學區 當然 我們這裡的學區 最著名的是惠文 他才是大墩 這個屬於大墩學區 所以也算是明星的就對了 沒錯 因為大墩就在那邊而已 很近 那這樣子的話 屋主這個房子 它是什麼坪數 它屬於2加1房 2加1房 2加1房 2加1房的部分 事實上 兩個房間比較大一點 有一個小小的房間 它的總坪數是37.49 37坪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 等一下 這個37.49 是含車位嗎 沒有 含車位 那這樣子 扣掉車位 扣掉車位的部分 車位是7.5 所以扣掉車位 大概也是在30坪左右 30坪的2加1房 其實這個應該比較屬於2房 但是它 它的格局是2加1房 2加1房 那剛好它對面也有一個感覺像豪宅的一個社區 它是豐益 豐益的 感覺就很高級 那它這個社區也有主打一個叫智慧淨流宅 就是它這個VF 之前我們在有一些比較高級的社區都會看到 它就是鎮壓的 鎮壓 這一台 這一台機器鎮壓 鎮負壓 然後 反正就是一個空氣清淨機就對了 可以排除異位 然後PM2.5 全市的空氣清淨機 而且它有智能偵測 比較高級的才有 你看PM2.5 純淨氣流 其實這也是單元2 單元2比較 心腹人區 對 好喔 那剛剛這樣子的 你剛剛講是差不多30坪的2加1 反正再加一個車位 對沒錯 這樣子屋主開價多少錢 屋主開價是1498萬 1498 對 聽起來好像我覺得CP值很高 老實講因為這個地點的關係 地點真的還不錯就對了 對地點非常好 那現在以 這單元2附近 這裡算北單元2 不算南單元2 北單元2小郎家那個建案 就賣到1600-1800左右 這個 這個 這個目前賣1498 1498 還不趕快來找我 1498 而且還有一個加1房 加1啊 OK 那如果你是對於這個房子 或者這附近有想要多了解的 歡迎跟小郎聯絡 右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直接到現場來看一下環境 還有 欸 去對面的Seven 喝杯City Cafe吧 哈哈哈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來分享買房心得 或者是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們聯絡 下面說明欄 或者是第一則留言 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售 也歡迎找小郎家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 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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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